中文字幕 李宗盛 滿清皇朝統治中原的時候 八旗子弟就是氣焰逼人,橫行無忌 所謂八旗子弟就是滿清開國初期 跟隨清太祖入關的滿洲隊伍 開疆託土的開國功臣之後 分別留居於各省各縣的滿洲人士 他們大多數都有世宅的官職 和知取公家的諷隆 在寄居地坐享其成 所以這些滿人的子弟 在當時就是不可一世 現在胡唱就是憑著一個 結拜兄弟的哈虎所幫助 逼走賢平府知府趙剛 不要接受張彥玉的上告 還派遣了群爪牙 四處追尋張彥玉的下落 要害死這個可憐的少女 絕了她上告的機會 讓烏昌可以一勞永逸 不用為了這件事再擔心 幸好,張彥玉已經改換藍莊 哈虎的爪牙雖然走到這間客店追查 亦錯過了一個機會 但是當邱祥知道這些情形 他就是非常擔心 偏偏邱子中 又去了那個退任 盜察院正堂院 麒廉世伯的家 到天色入客 仍然未曾回來 因而令到邱祥和張彥玉 坐在客店之內 大有度日如年之急 就在華登初上敲響監古之後 幼子中就匆匆忙忙地趕回來了 公子…你怎麼這麼晚才回來 長叔,我肯定是有事擔言 才會這麼晚回來 先關門 沒事吧? 怎麼會沒事 烏昌和那個滿洲人 又派一些爪牙來客店探消息 想查查張小姐是不是在這裡住 他們只會用這麼卑鄙的手段 來對付人 在福安院就是這樣 到見寧州也是這樣 而來到這裡也是這樣 真是很有此理 公子 現在別管他們用什麼手段 總之我們再留在這裡 就已經不是辦法 要快點走才行 我知道 我們明天早上就走了 對了 張小姐知道這些情形嗎 知道 老奴已經告訴他 我千萬不要到處走 留在客房炸餅 睡在張床上就算了 公子 究竟你怎麼這麼晚才回來呢 長叔 遠世伯要寫一封信 讓我帶去省門 送給巡婦衙門 程庭給巡婦大人蘇成忠嘛 就是想請蘇成忠 替張小姐解決這件案 公子 我們還要去福州省門 是啊 那豈不是離開京師動院 這件事怎麼搞呢 會妨礙公子你去京師應使的 你這麼… 你這麼沉默 現在時間還有很多 你何必擔心 張家這件冤案 一天還沒辦妥 就算叫我去京師 我也是沒心機讀書的 只要蘇秦虎 肯出頭辦理這件案 我然後才由福州 又水路上京師 也是一樣的 怎麼說這麼多說話呢 公子 你只懂得顧人 就不顧自己 如果將來真的有什麼事發生 老奴隸回到家 也不知道怎麼向老夫人交代 當然了 叫你別吵嗦 還在暗暗沉沉 怕了你 你馬上出去找店家 告訴他 我們明天走了 你結清房租 順便固定雷車 我們要明天天色未明的時候 立即離開延平城 公子 怕不怕在半老 被烏槍的人攔截? 你放心吧 遠世伯已經跟我們打算好了 明天一早 他就派出兩個家人 帶了他們遠家的燈籠 在十字路口等我們 坐上雷車 就作為遠家的人 去城外探親掩護我們出城 遠世伯雖然是退任的刀察院政堂 就算那些滿洲子弟怎麼大膽發 也未必敢摸嗦他們老人家的家眷 好了, 別這麼多了 立即照我示範去做 好… 我先去辦妥這件事 我也要過去隔壁 對周小姐說清楚這件事 去吧… 我去吧 荷神 大叔, 長叔 是 遠世伯的家人走了 現在不怕風槍的人追來了 你叫他車夫盡快趕路 還是多給他一點酒錢 是…公子, 土龍知道 張小姐, 現在沒事了, 你不用擔心 丘公子, 這次男女 真是死女逃生 如果不只有公子幫忙 那你不單沒辦法替家父名冤 而且…可能連生命都不保 是, 惡人的勢力太厲害了 而且他們的心腸又這麼狠毒 他們不單要害死令尊 還想說斬草除根, 連你也要殺死了 是, 由此可知 他們是著意嫁禍給家父 破壞張家的安寧 好讓那個二娘 霸佔了二叔的財產 是…當初他們也不會想到 你會不備生死 要到周府上過 替張世伯鳴冤告狀 是這樣的, 但是到現在這件事 越鬧越大 他們就不惜立下毒手 還要將你置之死地 只要男女一日不死 也要替家父清雪這段冤情 不過這次去到福州 還未知是禍是福 家旅又好像在周府的情形一樣 這樣就真是不堪切賞 按理由 秦府大人是封疆大利 而且蘇城中秦府 是阮世伯的門心力 有阮世伯的書涵 讓蘇秦府也不敢敷衍失責 最怕他又是畏懼滿人的勢力 不敢出頭理這件事 那到時我們就真是絕望了 如果是這樣真的沒得說 再說, 胡昌在建連州 和賢平府都絕望不了 他可能會繼續追蹤到省門 又或是趕回福安縣 盡快下毒手來害死我爹 但是…就算去到省門 得秦府大人接受訟詞 時間上也怕趕不及去救家父 這也是枉然的 你想到這麼長遠的問題 這些也是很難解答的 張小姐, 古人也有說 生死有名嘛 有很多事是非人力所能挽回的 現在唯有盡力而為 就不能顧你那麼多了 希望吉仁天相 不要讓惡人得世 這樣張世伯是不會有事的 希望是這樣 現在我們從陸路趕到省門 都怕要七八天的路程 時間就似乎慢一點 今晚去到站頭 我就會叫長叔打探一下 如果從水路坐船去 沿敏江南下 那會不會縮短日子呢 只要能夠快一兩天 我們就轉從水路南下 再一天到省門 就可以早日辦事了 是, 一切任由公子的主意 人類會敏感於心的 你放心吧, 不要太憂慮了 謀事在人, 成事在天 我們只有盡力而為 好 天 他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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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阿文 摩昂 好好的爹在家裡的時候 勤力讀書 如果爹真的含冤而死 你就要看爹爹爭氣 巧度功名,出事為官 想辦法追詐此案 等爹死了之後 都可以回復清白 我忘記爹的說話了 相公,七天才准我們 進來探望你一次 你先吃飯再鮮 鑑瘡的食用不好 只餓也餓壞你了 夫人,吃不吃都是這樣 我已經再沒心機顧慮飲食的事 對了,煙肉究竟搞成怎樣 為何去了半個月 還沒有什麼影跡 對了,他在建寧州 托人帶了一封信回來 說要跟丘公子 去延平城的虎牙高壯 酒官那邊也告不入 叫他虎牙高 也是沒辦法告的 姐姐 煙肉只是帶一片孝心 但是顧掌難明 又怎能跟官府說道理 他說要去周牙上高 只是得得善希望 丘公子不過是一名新科舉人 年紀又這麼輕 而且跟我們又沒有關係 他也是沒辦法幫到燕肉的 爹,有大哥對姐姐很好 就算他幫不了姐姐告狀 他也會照顧姐姐安全 你和媽媽也不用擔心了 如果燕肉告不了狀 我也希望他快點回來 丘公子好極都是愛人 燕肉又怎能跟著他到處去 夫人,如果我真的有什麼不賊 你也不要太傷心 隨便盡力撫養阿弘長大 至於燕肉 如果丘公子是喜歡的 就把燕肉許配給他 那我就算含冤而死 也死得安寒一點 相公,如果你真的含冤而死 那皇天就真的不開眼 好人就會被壞人害死 必須還有這種理由 夫人,不要哭… 自古以來亦有很多這種苦處 是無疑申訴 造成圓獄的,有甚麼辦法呢 阿弘,你要記住 爹… 做官不是一件輕易的事 阿弘,將來你有天出事為官 就要打盛精神 替盧百姓謀取幸福 千萬不要互相互惠 阿弘,記住 阿弘,不要哭… 別哭了,時候不早了 你們回去吧 飯菜就留在樹上 餓餓時我就吃飯了 相公,那你要保重才好 不要哭 說不定眼玉真的會替相公超說冤枉 這些都是車王而已 不過儘管如此忙 別哭了,夫人,有一切的事 我已經打了樹上 你們要走 是,相公 別哭了,人家不喜歡哭的 相公,你自己保重 不要哭 阿弘,我們走 走… 爹,明天我再來見你 你千萬不要傷心 我不傷心 如果真是不幸運 被你惡人害死 阿弘,明天一定要看爹報仇算 我還沒這麼有志氣,爹好安慕 別哭了… 都說隔壁床的人不喜歡人哭 娘,走…你拿馬回家吧 阿弘,拜祭 媽,我們走吧 .. 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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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焉 ピア 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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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게요 拍手 拍手 九月 淑莉… 淑莉 翠哥, 你回來了嗎? 是 快進來吧 行了 我害怕你睡得軟了 難道我拍門嗎? 你怎麼可以這麼說 自從你去了之後, 我又想念你 對, 老婆, 也不知為何 心裡總是好像沒事安樂 認著有鬼似的 現在你回來就好了 是呀, 我回來當然好 不過這次真的怕有問題發生 有問題發生?那個臭女怎麼樣? 那個臭女真是神通廣大的 在延平城已經失蹤了 不知道去了哪裡? 是誰? 失蹤了? 為什麼呢? 這麼大人怎麼會失蹤呢? 在建寧州 他已經被五州官驅逐出牙 不准他告狀 他又連續走了 初時我還以為 他一定是去延平府告狀 誰知道我去到那裡 找了那個結拜大哥幫忙 總算是逼到那個知府謝義 出秦外縣為名 等他走來告狀的時候 就無從著手 我還派了幾個人 在虎拿附近盜著他 就抓他出城外 準備在荒郊野嶺那裡殺了他 這樣就可以一了百了 他竟然不去虎拿告狀 那…真的沒有他收 我還派人到處去找他 也找不到他 那他去了哪兒書 這麼神出鬼沒也有 現在我就走回來查一下 看看他有沒有回來這裡 要查一下就等明天才查到的 對了, 如果他沒有回來又怎麼樣 如果他沒有回來 我就怕他跑去省門 去…去到布政市衙門 或者去巡撫衙門 驚動島那些大人物 那時候就棘手了 如果真的這樣又怎麼辦 照片當然不怕 不過最怕就是那個臭女 好像冤鬼似的 不停走去那些衙門騷擾 總會讓她找到一個 食股不快的官吏 想搏下官聲提出福審 那就麻煩了吧 那你沒辦法 疏通一下省門那些大官嗎 那就不是說沒有 不過這樣搞法真是麻煩的 淑易, 你明天想想辦法 查查那些困難有沒有回來 既然這件事這麼嚴重 我當然盡力去查一下 昌哥, 院下這麼久 還沒接到上頭的公事 把那個大伯爺 拉出去斬頭填命的嗎 照公民來往的時日 在這十天八天之內 就會有消息 那些做大官的人真是壞 為何不快些批覆公民下來 把張時宇押去斬頭 這些事到你心急嗎 你急, 別人不急吧 你也不知道 留在婆婆房那攤血跡 和那些血涯印 最近越來越鮮紅 好像最近仙人落地一樣 不知道是不是婆婆的冤魂不適 別說這些話 是你自己不化的 哪有怪的 你要穩定一點 萬一擔心擔心 在別人面前洩露口風 就不得了 好, 你說怎樣就怎樣 是呀, 這樣才乖 是呀, 淑櫻, 別說這些話 這幾天奔奔波波 我全身骨痛 麻煩你替我摔一下骨 好, 你今晚來到 我當然要服侍一下你 別笑這麼大聲 要讓人聽見 有 來吧 喂, 喂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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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喂, 喂 喂, 喂, 喂 我… 你找我來幹什麼 朵少爺, 幹什麼發脾了 我來探你們也不行嗎 你真好心 你不害我爹已經好了 要給你探我們 朵少爺, 你這麼說 我沒有害大伯爺 你千萬不要冤枉好人 還說不是你害我爹 你想騙我都不行了, 請你 弟弟別這麼無禮, 我是你沈娘 你站住, 我不認識你沈不沈娘 我不認識你 跟你弟弟說話都是浪費氣 我進去見大伯娘 不准進去… 阿萌, 你想怎麼樣? 弟弟也這麼大膽, 目無尊長 你知不知道我是送錢過來 給你們做家用的 我們不知道要你去家用, 你請… 你…不打聲你也不行? 我替你幫你, 幹甚麼? 你把人打開, 到尾了 張賢玉在休子中的安排之下 秘密離開延平城 直出省門覆咒, 到福建巡虎衙門告狀 他們真是有如神龍見守不見美 就令到烏昌驚惶不安 馬上離開延平城, 趕回到福安院城 留夜又私入張家, 和徐素英相會 烏昌這次已經有點擔心 方白張賢玉會走到省門 驚動到高層的官吏 重覆調查此案 所以當他見到徐素英 亦不免流露出焦急的神態 正所謂, 一個人做了虧心事 亦不免會杯弓蛇影, 草木皆兵 而徐素英是一個女流之輩 加上家有樓下陳氏大量的血跡 和烏昌的血涸印 時時都映入他的眼簾 那又有甚麼辦法不是觸目驚心呢 因此他在第二天一早 為了要查探張燕玉的行蹤 就唯有硬著頭皮 過來張時宇的家 誰知道他首先是遇見那個弟弟的張宏 張宏一向都知道自己的父親 就是被徐素英和烏昌所害 所以他見到, 就立即驅逐素英 兩個人又發生吵鬧 當然驚動到黃氏夫人 立即走出來一看究竟 你這個臭小子, 木無尊長 弄斷我下去吧, 我要打過你 你真是有賤 你簡直是木無尊長 你害我一點, 還敢走過來撞我 我替你撞嗎? 你呀… 阿橫夫人, 別這麼沒規矩 媽, 我怕你, 你看他走過來打我 我要趕他撞, 撞你 大相娘, 你出來就好了 我當他弟弟不懂事 我不會怪他 你…你過來幹什麼? 沒有, 我知道老爺在生的時候 他時常有錢拿過來 幫助你們的家用 現在老爺死了 大相公又被人抓去坐牢 所以我擔心你們沒錢花 那就是送錢過來 是… 這次有十兩銀, 請你收掉吧 媽, 不要我的錢 媽, 不要 不要 看看你, 弟弟為何這麼大火氣 有人送錢過來也不要 二娘, 我們雖然不是窮 但是暫時也能過得去 謝謝你的關心, 我們不要 大相娘, 別這麼虛偽 這些錢是老爺正落的 老爺和你們又是這麼親 你不是花我的錢 你花你們二叔的錢而已 你們這麼笨 是二叔送給我們的就要 由你的手送來給我們的 我就不要, 你拿回去吧 你們一路一亂都是這麼笨 我還是不跟你們說得了 不如找我的好侄女談談 大相娘, 燕玉侄女呢? 為什麼她不出來? 我燕玉去了別處, 不在家 她還沒回來嗎? 我聽見人說, 她去了燕平府, 是不是? 你怎麼知道我姐姐去燕平府? 侄少爺,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惟, 我又怎麼會不知道呢? 那我就明白了 你今天走過來送錢給我們花 實在不是真心待我們那麼好 不過是走過來查探燕玉的行蹤 沒錯, 媽媽, 我們不要被她騙倒 你好邪惡, 如果你不邪惡 我會把你拉出去 你這樣, 如果你再碰我 我還說你非禮, 你… 現在我還可以叫你一聲兒糧 最好你就快點走 如果你還在這裡多多事實 我就去拿把掌頭掃把你出去 你滾吧 你們都是自尋死路了 有錢送來也不要, 我就省了 以後等你們逃街押 押到我家門口, 我就趕你們滾 看你們熬得多久, 聰明是來意不善的 媽媽, 她來查探姐姐的下落 不知道又打了什麼主意 媽媽, 我們要小心提防一下才行 阿榮, 以後我們要關著大門 不要被人騙亂地走進來 還有, 如果你再看到她來到 就千萬不要吵 馬上叫我出來應付她, 知道嗎? 好, 媽媽, 這種臭小女人 如果她再敢來, 我就用掌頭掃把拍她 阿榮, 你回來嗎? 媽媽, 聰哥來了甚麼? 阿榮, 來了, 我去見她吧 你去大廳聽著門, 別進來了 我進房間見她就行了 你去吧 昌哥 小姨 昌哥 我來了很久了 你這麼晚才回來? 又要搞趕家裡的事 又要去店舖巡遊, 那就遲了 好, 那個臭小女兒沒有回來 甚麼?她…她沒有回來? 是呀, 那怎麼辦? 你一聽見她還沒回來 就當時整個人都呆了 沒那麼嚴重 你不要在這裡捕風捉影 我看不見她, 蘇嬈, 你查不查出 那個臭小女兒去了哪兒? 還說查, 今早我去到那些臭小女兒 想站久一點也不行 用錢來引她們, 她們也不想當 還有兩個兒子亂來趕我走 或者是我坐馬車趕回來 而她就走路回來 可能會…會花很多時間也不承認 蘇嬈, 在這幾天, 你要照顧她們 若她一見到那個臭小女兒回來 就馬上通知我 她回不回來, 你這麼緊張幹甚麼? 我要上伯伯來對付她 她如果回來, 那就甚麼事都沒有 假如她還不回來 可能就直接走去省門 那… 那為甚麼你現在不預先趕到省門 想想辦法呢? 我認為預防萬一好過在這裡等候消息 本來就是, 但既然回來了 只好這樣做, 你以為我不會想嗎? 好, 我先走了 你今天不在雪座久一點? 往日你不是這樣的, 幹甚麼? 沒事… 我在前幾天去遍樹 我家裡有很多事都不理 昨晚又整晚留在這裡 我要多抽時間回家裡 管理一下家裡的事 沒甚麼特別事 以後我每天都會來這裡坐下 你有消息就通知聲音了 好吧, 你也有班人幫忙做功夫 不妨叫他們在遠城之內留意一下 我會的, 就這樣吧, 我走了 我走了 烏公子 表演 蘇姨, 你們去哪兒? 沒有, 我有事要先走 我待會再來了 那有空來坐吧 好… 烏公子, 有甚麼事都要通知我才行 我全靠你了 行了, 你放心吧 關門吧 蘇姨, 今天看到你們倆 好像有甚麼事似的 倆人的臉色都這麼沉重 相眉緊袖, 究竟是甚麼原因? 你別問了 沒甚麼事, 你別問了 叫我別問了 不過…我們是自親的母女 有甚麼疑難不可以解決的 你也可以跟媽媽商量一下 有甚麼不可以對媽媽說呢 我現在就是有點不便對你說的事 你真是別管了 好…那你回房間休息一下 再回家吧 對了 真是怨嚴 他們這樣做, 也別說不提他們擔心 將來一定有事發生 MING PAO行 張小姐, 今天總算是平安無事 到達福州城了 在這個省會的地方 相信也不會有惡人來傷害你了 優公子, 眼裡也是這樣想 來到這裡, 我也不怕得那麼多了 爹的生生死死 我能不能替他名冤告狀 就是再次一舉了 是, 如果再在這裡沒辦法 一切的希望就已經消失了一大半 連秦府衙門也不管 就算是上京告預狀, 也不夠時間了 是呀, 那我好不可以現在去探望路程 看看秦府衙門在哪兒, 認識路 明天早就去告狀 你不用這麼心急 我要把遠世伯的信 送去虎台衙門 先打通這條門路才行 那優公子要何時去投帝書行呢 現在我們已經進到客棧了 安置好你休息 我就打算和長叔一起去巡撫衙門一次 你一來到還沒休息 又要你去酒店了 我真是過意不去 張小姐, 我們不經不覺 從福安院來到福州 足足相聚了二十幾天 我的為人是怎樣, 你應該明白吧 為了你, 為了寧磚 我是會不辭勞苦, 很樂意去做的 小姐, 請你了解我的負心 是, 你不說出來我也很明白 你對家父的冤情是抱有不平的奮擊 想盡力平反一段冤獄 對我又是時時關懷被知, 一片真情 丘公子, 如果我能救爹 只要丘公子歡喜 我願意永遠侍奉你 只怕難女無福, 辜負公子的好意 張小姐, 你千萬別這麼說 要救張世伯是一件重要的事 我們能否永遠相聚又是另一回事 目前我們要分別進行 當然救張世伯是為首的要事 我們盡力而為 千萬別誤會我借此邀功博取你的清盤 這層我知道的, 雖然我是愚昧之人 亦不會以小人之心讀君子之福 而且我自問是抱柳之枝 別不敢過於高攀 但就知恩報德, 只要救家父 就算是為奴為疲, 亦所甘心 好…我們暫時先別說這件事 你在這裡休息一下, 等候我的消息 我去大臂阮世伯的書館 趕去秦府衙門投帝先 你別離開客店 我在這裡等候公子的消息 我先去旁邊房間 公子, 在路上奔波了幾天 你也好休息一下 不用什麼休息?你也看見我 年輕力壯, 精神奕奕 財叔, 我現在要去秦府衙門投帝輸信 你年紀老邁一點 如果你是覺得辛苦的 你就留在這裡休息一下 等我自己去吧 公子, 來到休息也不休息, 又這麼笨 別這麼心急, 休息半天, 明天再去吧 救人重要嘛, 半天的時間很重要 現在又不是去擔去台 帶一封信去嘛, 又怎麼會辛苦呢 好了…如果你不去就算了 我自己去吧 好了…你初離步到人生路不熟 老邏怎麼可以讓公子自己亂闖亂當 好…老邏陪你去吧 隨便你吧, 歡喜的就去 如果不歡喜的, 我也不乖 公子, 去… 老邏陪你去, 老邏一定去的 既然如此, 跟著你吧 福州城真是一個大地方 街道這麼寬, 又有這麼多條街道 雖然我來過一次應考鄉市 但是沒出來走過 齊叔, 如果沒有你陪著我 我真的很容易失路 公子, 你還說不用姥姥陪你走 你說姥姥多擔心 姥姥在十幾年前 就跟老爺來過, 曾經蕩過一次路 以前爹來福州做甚麼? 那年是老爺奉召上京 聽說浙江那邊時逆流行 老爺決定下來福州, 從水路上京 最後留在京中任職 一直到高魯迴鄉 就回到福安歸隱 好了…這次不用沿途問人 由你帶著我, 一直帶我去巡撫衙門 公子, 你不見前面那間是衙門嗎 那裡就是巡撫衙門 那裡是嗎 果然是很大氣派 衙門面前有一幅這麼廣闊的石階 兩邊還站著一雙石獅子 又樹起一枝這麼高的奇桿 鳳姜大利的威嚴 真是勝過那些州府衙門很多 那當然了 巡撫大人是掌管全省大權 別說平民百姓 就算是倒台之虎 看到巡撫大人也是跪著 他在這裡, 不敢擔心我頭 公子, 張小姐說來告狀 我怕他走到這裡 就已經心驚膽震了 你別看小張小姐 他一片孝心, 為了要救父親 甚麼事他都不怕 好了…你在這兒附近等我 我就去投帝書信 公子… 甚麼 你小心 你小心, 巡撫一個牙差的捕快 也餓過阮太爺, 千萬不要得罪他們 行了 小心 你別這麼害怕 阮世伯的封信是護身符 你先等我 好…那你去吧, 小心點 去吧 你是甚麼人? 膽紛到來虎麻擔天望地 在下是福安苑舉人, 幼子忠 現在是奉了退職刀察苑正堂 苑奇廉世伯之命 到來投帝書函 請貴差將書函, 程帝府台大人 在下在這兒等候消息 既然是舉人工到來投帝書函 請我來報房坐, 等本巡部 將書函呈送大人過目 老闆… 這封就是苑世伯的書函了 好…請舉人工進來坐 麻煩… 請 請 隨便坐 是 人來 走 香茶事後, 不准代曼舉人工 是 舉人工, 代曼了 不必客氣, 在下等候消息 好 請 卑職馬如海, 有事稟報大人 嗯… 馬巡報 說吧 遵命 稟報大人, 有福安苑舉人休止中 首次退任佈察苑正堂 苑奇廉大人之書下 到來虎牙投帝 卑職已經待接書下 得來送請大人過目 嗯… 是恩師的書函 馬巡報, 卑職在 你將書函交禮給本縣 遵命 請大人過目 對了 來人現在在哪兒 回稟大人, 卑職不敢代曼 已經請來人到巡報房 坐下休息, 等候大人命令 馬巡報 在, 你馬上出去 帶來人來花廳等候 本縣馬上接見 遵命 好, 舉人公 貴差, 怎麼這麼快就有消息了 舉人公, 原來阮大老爺是我們大人的恩師 大人一聽見是阮大老爺的書下 馬上站起來接受書下 舉人公, 既然是阮大老爺的人 那麼我們大人又有甚麼辦法不要接見呢 原來巡虎大人這麼尊敬阮世伯 當然了, 我們大人是一位鐵面無私的好官 自然是尊師眾道的 舉人公, 請庚在下進去花廳 大人要見你一面 那這次張世伯有救星了 鍾志強, 朱雪梅, 馬超馳, 遠碧, 尹芳寧, 馮展平, 趙樹堅, 金剛, 邵平等聯合播出 現在暫告完畢